這個喜得無助其實會影響到後來我們的人際工作酬血等等的 可能你以前做什麼 然後你就會被你父母說 不可能啦!你不可能會成功啦! 不可能啦!不要想那有的沒有的啦! 你一天到晚都在否定之中 你以前的那種無助感跟無望感 你覺得那個應該就是你生活的常態 然後你長大覺得那種感覺應該就是正常的 不!那不正常! 把生活想成師讓心靈更舒適 歡迎收看Ariel聊心事 哈囉!大家好!我是Ariel 這集來跟大家談談啊 其實有些人生活到後來會開始漸漸的失去一些希望感 就變得喜得無助 喜得無助是什麼呢? 那這個到底是怎麼發生? 跟我們如果有這樣的現象我們要怎麼解決? 在心理學上有一個很經典的研究 有兵州大學的一個心理學者 他有研究出狗狗的實驗 他把狗狗跟成兩批狗狗 兩群都會被電 但第一群是他電了之後 他可以用他的鼻子去隨便撞擊 然後撞到一個地方就噔噔! 電就會關掉 然後他就會覺得耶!他就變得開心狗這樣 那另外一邊就是他也是會被電 可是他用他的鼻子再怎麼撞再怎麼撞 就摸摸摸摸摸 他就永遠不會改變電擊電他的樣子 就是這批狗狗會一直痛痛痛痛 之後最後他就會趴下 然後失去哀嚎 可能會很無助 然後動都不想動了 這是第二批狗狗 第二次更進階的是 把這兩群有希望的狗狗跟他沒有希望的狗狗 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他中間有一個矮矮的小欄杆 他只要跳過這個小欄杆 就會到沒有電的地方 另一群是被電然後沒有希望的狗狗 他在那個被電上面 他連動都不動 他完全就彈在那裡 然後就讓自己一直被電 但他一點希望感都沒有 他就直接雙手一彈 我是一條爛狗狗 耳朵一錘 沒希望了 在我們生活中有多常見 所以這個研究就在告訴我們 其實習得無助某個程度上會影響我們很深遠 那聽完前面的例子 你就會想 那習得無助的心態是什麼呢 你要三個心態 第一個就是在你發生不開心不如意的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全面性的想法 全面推論你什麼都做不好 比如說你企劃叫出去失敗了 你就會想說 算了反正我這個企劃被否決了 我什麼都做不好 有沒有可能是只有這個企劃 你寫的這個就事論事就這一份企劃 需要修改 或這一份企劃跟公司的目標不一樣 或者是你這次考試考不好 可能是你這一顆科目準備問題 或者是你這一顆的擅長程度 或者是時間分配等等各種 很多時候你沒有想到這些 你就很全面的說 算了反正我什麼都做不好 第二個是會內在的覺得是個人性的問題 什麼叫個人性 就是發生什麼你都覺得是你個人的問題 很多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它會有很多很多因子來決定這件事情的結果 可是當我們有習得無助的心態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覺得就是我的問題 就是我不好 就是我不夠OK 第三個就是對這件事情的結果 不抱任何期待的無助感 你永遠不會預測有成功 你所有的假設都覺得你一定會失敗 沒有一件事情絕對是會失敗 不太可能 所以以上心態跟大家分享 習得無助會反應在哪些地方呢? 就是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啊 這個習得無助其實會影響到後來我們的人際工作 酬血等等的 可能你以前做什麼 然後你就會被你父母說 不可能啦 你不可能會成功啦 不可憐啦 不要想那有的不的啦 你一天到晚都在否定之中 你以前的那種無助感跟無望感 你覺得那個應該就是你生活的常態 然後你長大覺得那種感覺應該就是正常的 不 那不正常 這邊也提醒你父母 如果有看這支影片的話 其實提供給孩子一個希望感是很重要的 我們對於這個事件的結果 只要 風險我們可以承擔 其實我們就去試試看 你要考量的是 風險可不可以承擔 而不是這件事情會不會成功 這個依附關係影響我們深遠 甚至是你如果沒有覺察 你就會影響到你出社會的工作 你在工作上可能漸漸的就會發現 你在投一些提案 甚至創造一些想要表達的想法 你都會把你自己想法壓抑下來 因為你覺得不可能有人會提拔 那最後面對習得無助 我們可以怎麼讓自己找回控制感呢? 我們要做的其實是 我們就要去意識到 現在的我跟以前的我一樣嗎? 當你覺察之後你就會知道 現在我擁有的外部資源 跟內部資源都更多了 其實我是更有能力去改變 我不喜歡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你很痛苦的時候 請不要很果斷的下一個 我爛 我失敗 我沒辦法 我不行 有沒有機會換成一個是 如果現在我已經卡住了 我還能為我自己做些什麼? 我覺得這句話 可以讓你當下馬上找回控制感 比如說我現在心情不好 我馬上可以為我決定 早餐要吃什麼 我明天中餐要吃什麼 或是明天我能不能穿上一件 我很喜歡的衣服出門 我穿上一件 我覺得很舒服的樣子出門 我弄了一個很喜歡的狀態出門 這些東西都是你能控制的 但是我們都忽略了這些控制感 你切到很多日常裡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能找回一點點一點點的決定權 保有一點點的樂觀 跟一點點的希望感 其實這才能讓你繼續往前 到你想要理想的樣子 OK 那以上分享給大家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吧 掰掰 他們到這邊就變大狗狗啦 他們就想說 別怕 我剛剛知道有希望 所以他就會亂跳啊 亂撞啊 咻 他就很順利的 就會跳過這個欄杆 跳過這個小小欄杆 他就會覺得 哇舒服 他就不會被電 他就會躺在那 他甚至可能內心 我不知道狗的內心長怎樣 但他可能會有些自我批判 我就是一條臭狗吧 我就是一條被電的狗狗吧 我就是沒有用的狗狗吧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